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我的消息比你灵通啊 走吧 李长老 邀请你去炎家看我家弟子的英姿 这个炎家 难道是炎圣廷 原始上帝弟子 全真来访 请炎家主一见 师姐 会不会是消息走漏 这个掠读者已经跑路了 炎家主 炎林府 快将圣顶交出来 否则你儿子必死无疑 儿子不怕 好 我成全你 没想到 你们这眼睛还干杀人夺宝的勾当 老爷 爹 你没事吧 原始圣帝 本长老不屑与两个小辈交手 想活命就赶紧滚 应该滚的是你 应该滚的是你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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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就是不自量力的下场 什么 一切寻觅术 真以为我原始圣地好欺负不成 我不信 你个小雅不能对付我们两人 什么 好强的剑气 还有高手 门主 真眼教 当强盗当得可真熟练 竟敢如我神教 滚下 只用灵相 就能凝聚如此强大的剑 他要跑 无妨 让他回去告诉别人 招惹我们的后果 今日多谢 不用客套 我们是来调查掠夺者的 我当年作为无极世界攻打剑墓世界的先锋 罪无可赦 但我的家人是无辜的 我愿将此圣顶献出 忘记为刘七儿一命 爹 如果我再强大一点 如果我 盐巫霜 你愿意随我回原始圣地吗 该死 灵霞不够了 乱穷碎鱼 仙女 在下唐突了 敢问 敢问姑娘 姚池 冤雪 小石 小石 你人呢 师 师兄 我在池儿 冤雪 你终于历练回来了 一定是小石英雄救美 才把你请到了我们逍遥门吧 师父 是冤雪师妹救了小石头 对 冤雪姑娘特别厉害 一箭就扫平了所有人 关键时刻丢人 只能再给你制造机会了 冤雪姑娘 你这次回圣地 就常来逍遥门走动 我也可以帮你指点一下 真是看到漂亮姑娘 就要多了解去 门主 你放过冤雪 我 我是心悦于她的 是 石天文 你什么意思 我是那种人吗 嗯 叶门主 我还有其他事 就先告辞了 小石这个名字 很可爱 耶 宣真 宣言启 从明天起 带石天文去悬崖瀑布 苦练一个月 我为什么 门主 六个月 小启 你去悬崖之前 先在岩前 小岩 去紫金亭登记 我还要去外门 我不能跟着你们 一起修行吗 这是圣地的规矩 放心 每年圣地都有一场比武大赛 获胜 便有进入内门的资格 你一定没问题 哦 这是问心欲 只要你愿意扣问本心 他就能助你修行 你总会找到自己的道 嗯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吗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秦家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计算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想的能难吧 秦宇 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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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龙头 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我们今天把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快去把人都 快去把人都没有冒险 我们出去掉了